你好,我是劉奶爸 看完了之前半个多小时的介绍之后 相信你已经深刻的了解到 个人专属的线上开课平台对你的帮助 那我们这一节就来说明一下 这个线上开课平台它的使用方式 在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就是用线上开课平台制作完成的 往下拉,这边首页这里可以显示出你目前开课的课程 你的课程可以无限制开 这边目前列出是三个 然后这边可以显示出课程观看的这个百分比进度 这会依据每一个人他自己登录之后的账号 来取决于这边会显示多少 还没有登录之前呢,这边是不会看到的 那他如果已经购买了 然后按这个我的账号 登录画面就长这样 他就按这个登录 然后这边填写他当初购买的账号跟密码 那如果他忘记账号密码的话呢 就点击这边忘记密码 这边就可以去取回他自己的账号密码 输入他自己的email 然后按重设密码 他就会收到新件 重设他的密码 那他如果还没有购买课程的话 譬如说他想要看这一门课程 他可以去点击看更多 然后就会跳到这个课程页面来 那如果他还没有登录之前 还没有购买的话 会显示您尚未登录或购买此课程 他就没有办法去点击这个课程 那他这边的目前状态 就会显示尚未报名课程 他这边会显示出售价 这个都是您在后台可以做设定的 然后他如果要学习的话 这边就取得此课程 当他点击取得此课程之后 就会跳到这个购买车的平台 这边就会显示 您在购买车的设定 这边是价格 然后这边是优惠价格 那我这边的示范 是故意放一块钱的课程 让访客可以去做一下测试 那他就直接按加入购买车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我这边显示 您不能加入另一个有时效限制的课程翻例 这个课程名称就叫做有时效限制的课程翻例 那为什么他会显示出这个画面 是因为我按了两次 加入购书车加入两次 那因为他是课程 不是实体的商品 因为数量对课程来说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按查看购书车 他就可以去付款购买了 这边他选了这个有时效限制的课程翻例 这个课程一块钱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 他还是可以去卖他的实体商品 所以他如果又加入了实体商品 笔电一台 那你会发现说笔电这个数量是可以做更改的 因为他是实体商品 但是课程的这个数量是不能够更改的 因为他是线上课程 所以数量对他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他在这边按前往结账 这边就是结账的画面 他就可以输入他的姓名 个人资料 然后这边会有个建立账号密码的栏位 因为他如果是从来没有购买过的话 他第一次必须去建立他的账号跟密码 那账号预设就会以他填写的email为主 将来他登录的账号密码 就是以这边输入的为主 最后在右边这边按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左边还没有填写 所以他这边显示红色的框框 叫我填写完毕 那如果他有折价券的话 他可以在这边输入他的折价券 然后按下使用折价券 这个折价券是管理员在后台 可以自己去新增的 比如说你要让他买这个课程的时候 可以折半价 那你这边就可以给他一个折价券的号码 他只要填进去之后 比如说我之前设定一个50off 然后使用折价券之后 他这个价格就会自动减一半 然后按下单购买 我们预设是用蓝星金流 所以您可以先到蓝星金流去申请一个账号 那这个我们在教学也会告诉你 怎么去做申请 这个个人和公司行号都可以 以公司行号的话 一个月最多可以接受刷卡60万的额度 个人的话 一个月可以接受刷卡20万的额度 所以当访客按下下单购买的时候 他就会跳到蓝星金流 结账完毕之后 刷卡完 他就再跳回来这个画面 然后显示购买成功 购买成功之后 他就可以去按这个我的账号 预设 他如果购买完毕的话 预设是会直接登录的 那如果没有直接登录 譬如说他下次再回到这个网站来 他就可以去按下登录 然后登录他的账号跟密码 然后按下登录就可以了 登录完毕之后 这边就会显示出他自己的账号 然后这边会显示他购买几个课程 那他购买的课程 譬如说我的账号里面有三个课程 这边就会显示出三个课程 这时候这三个课程都可以点击了 譬如说这个课程 你可以按一下下拉 看一下他的课程进度有多少 然后譬如说这个按下拉 可以看到他课程进度 然后你如果要看某一个课程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课程 点进去就可以了 点进去之后 就会看到你目前的所有课程都在里面 那你可以按下全部展开 来看一下课程里面的章节和他的单元 所谓的章节就是说 每一个课程都会有一个大章节 譬如这个章节 然后每一个章节里面都可以有小单元 譬如说他有三个单元 所以如果你的课程是有这个大章节里面又含有小单元的话 等于说他有两层的架构 这是OK的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收合 就是说 如果你的课程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里面没有小单元 那也没有关系 就是用一层就可以了 这也是OK的 那我们点击一下这个Facebook教学分享里面这个课程 点击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课程里面这个章节 他里面就有一个影片 然后底下呢 这边文字和其他插入的图片 这边都是你随便可以自己去做撰写的 他就跟部落格一样哦 那这个影片的迁入呢 您可以迁入我们在教学里面告诉你的Vimeo的平台 那Vimeo的平台呢 它是付费最便宜的版本 一年大概3000多块台币 主要的目的是因为Vimeo那边可以去设定 影片呢 只允许在你自己的这个网址底下来观看 这样就可以防止人家盗联 那如果你是放YouTube的影片 像我这个范例是插入YouTube的影片呢 他的最大缺点就是人家在观看的时候啊 那这边是不是就有个YouTube的logo 人家点击这个YouTube的logo就可以连到YouTube的连结去 那这样你这个连结就铺光啦 达不到保护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教学里面会教你 为什么要用Vimeo的那一个平台 去做付费的影片库存 然后把这个连结插进去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就可以了 那这个范例呢底下还有这个小单元有没有 所以你的课程架构能取决于你自己决定 你好我是刘南爸 看你是要单纯的这个章节或者是里面要有小单元 这个都可以 你自己去做决定就可以了 我们在后台的教学也会教你怎么样去放置这个课程的层级 课程观看完毕 他如果想要回到首页的话呢 他就按一下左上角logo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台 其实这个线上开课平台啊 他不只是开课的功能而已哦 他还是一个专业的官方网站功能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是全部课程里面 这边是可以去放置你的课程内容 那如果是Blog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Blog功能 因为我们的后台主要就是用Wordpress为基底来架设的 所以他拥有非常完整的Blog功能 当然啦既然是Wordpress的话 那想必就可以安装无限多种的外挂 你可以自己在后续做发挥 但前提是你要对你要安装的外挂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然后我们再回到首页 首页预设会给你一个范本 蛮漂亮的范本 上面这个大大的图片 你可以去放置你自己的图片 然后底下这边也都是预设的 像这个Q&A 你可以自己去更改这个Q&A 然后底下这些模板板板块文字按钮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修改 如果您自己对美术美工方面排版方面非常有自信的话 欢迎您自由的修改您自己想要的版型 像我们另外一个网站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也是用开课平台架设的网站 其实我故意把它改了一些颜色 还有放了一些按钮 这边都是可以随便您自己去做修改的 那上面这边我们用Elevator的编辑器 所以你要去更改这个首页或者是更改其他页面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Elevator的编辑器 左边就有很多像这些元件 比如说图片你把它拉过来就可以使用了 或是插入这个文字段标题 按钮影音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就把它拉进来就可以使用 像这边都可以文字都可以自己随便去修改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非常方便 我们在介绍中也有提到说 这边可以去设定有效实现的课程 比如说这个课程我是设定两天 那这个访客他如果购买了 他点击进去之后 这边就会显示说 课程这边会在2019年11月7号到期 这边会显示他购买之后 假设是两天的话 这边就会在他当天购买之后的两天 这边会显示日期到期的时间 这个我们也已经把它中文化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幸运女神事务所 他们也是用开课平台来制作的 它里面就有白猫塔罗牌的课程 还有塔罗进阶班的课程 然后他的首页比较丰富 最底下还有他自己的YouTube影片 还有他这些文字说明 然后底下还有Q&A 蛮多的Q&A 辅助让他的访客去了解他卖的产品 这边有蛮多的Q&A 他们的商品的客户见证 在这边也都可以直接摆在网页里面 这个都是他们后续自己去添加的 也可以摆这个客户的影片见证 然后他点击开始学习的时候 又会跳到上面这个课程里 然后还有一点蛮值得参考的 就是说他们有些课程是用 直接修出价格的方法 可是有些课程是加LINE询问的方法 比如说如果这边点击看更多的时候 他会跳到他这个课程案例里面去 然后访客虽然看得到 看得到他的课程章节内容 但是没有办法点击 这时候访客如果要购买的话 因为他的售价并没有显示出下价格 而他就可以按取得本课程 当他按下取得本课程的时候 并不是跳到购物车去付款 而是跳到这个LINE加好友 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收集到很多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LINE8的潜在客户 然后再看一下他的部落格 他的部落格非常非常的丰富 目前已经写了数百篇的文章在里面 所以如果您是要专攻SEO的话 让这个搜寻引擎把您的网站排列到最前面 那您就要专心的去写部落格了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免费 但是又非常有效拓展曝光度的方法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开客平台 它的大致上的介绍 那还有更多西部的功能呢 欢迎您订阅我的LINE8 之后呢我们在不定时的公告一些新消息给各位 让各位好好的利用你的开客平台 去赚到这些永久的被动收入哦